第一个就是幼儿教育纳入 五岁为义务教育 然后三四岁才免学费 第二个部分学费补助从13660每个学期 我们希望它翻倍到一年五万四千四百六十元 六百四十元 那另外是幼儿教的师生比 大概是一比十二 这个也是目前大家都有共识的方向 那最后是国际教育 我们每年会变点一亿的预算 五岁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公布教育政策 在幼儿教育方面 她将推动四大重点来减轻家长们的负担 并提升幼儿教品质 幼儿教育大家最近都在提到说 因为在台北市物价高房价高生养不易 所以大家都在提出各种不同的加码政策 那我个人认为是孩子的未来不能够耽误 所以要投资也要投资在孩子身上 那我也请市政府之前我们有精算过相关的 这些教育成本 那今天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就是 纳五免三四 纳五的意思是义务教育纳入五岁 也就是我们现在义务教育是从六岁开始 那五岁一直都是从中央到地方 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到过免学费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目前台北市的五岁的孩子 其实进到公佑的比例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也就是说几乎只要是五岁都可以进得到公佑 所以其实他已经实时的做到义务教育 那我们希望说推动在台北市 因为全国要做到义务教育并不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相信台北市把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会是我们台北市马上而且立刻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把五岁纳入台北市的义务教育 只要在教育基本法和地方制度法 我们其实是可以立法直接来修法 在台北市先实施 所以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这是可以现在就做而且可以立刻做 只要法案通到议会我相信议员也都会支持 那免三四就是三四岁 我们希望他能够将来是朝向免学费 免学费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公佑 还有非盈利还有准公共化 每个月还是要付一千两千三千块的这个学费 这个部分我们精算过 如果免学费的话 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将近提出十二亿的预算 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减轻他三四岁孩子的学费负担 所以这部分加起来 免学费的话大概以十二亿为目标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公共化 已经达到相近现在达不到百分之七十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市民他必须要训练私幼 那私幼的部分在科士党任内 我们是每个学期13660 那以现在台北市的物价 还有相关的房价 以及我们希望减少私幼跟所谓的公共化的这个的学费差距的话 我们的13660必须要加倍 也就是怎么样让公共私幼里面的补助 能够让家长的负担 跟念到公共化的差距慢慢的减少 所以减少的话 13660每学期 我们希望一年有54640 第三个就是公共化的比例先是70% 我们希望慢慢朝向7580目标 那老师们最关心的就是师生比 师生比目前教师团体一直都提出 我们虽然少此化 我们希望能够精致化教育 而不是不断的减班 所以应该是说把师生比降低是第一优先 所以师生比现在是1比15 我们希望直接可以做到1比12 但是这必须要花费一些相关的经费 就是市政府在教育基金来支出 那最重要的是 现在不单单只是发钱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幼儿教育里面的师资品质提升 因为发钱 我相信所有家长 只要是好的他都愿意出钱 但是如果找不到好的托育的场所 找不到好的老师 找不到好的学校 这才是他烦恼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品质能够提升 让老师能够久任 让老师在这里面工作的安心 然后对孩子的照顾 还有他的品质是提升的 我相信让老师安心 我们的教育品质才会更好 有关老师们的权益 黄珊珊也提出包括合理的工作量 确保合理待遇等多项证件 那我自己是个妈妈 我常常就觉得 对老师是每一天影响孩子 然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 是非常的重要 那校方对于教学现场的尊重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达到刚刚讲的四方 四方共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最终还是会回到教育的现场 所以老师的权益 第一个合理的工作量 因为我们现在有教师法 有工会 所以这个部分 应该最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还是应该去 斟酌它的合理工作量 第二个是成长的资源 我想老师都常常必须要 不断的联习 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 然后这个成长的质量 可能必须要由政府来帮他们提升 第三个待遇的部分 常常我们很多的待遇 能比其他外面的比较起来 其实我觉得以老师的部分 我们的待遇 可以再更合理的来做一些调整 另外师资跟教学环境 我们要重视它的资源 因为研习跟教师的自我成长 这件事情 我们要做它最好的后盾 另外就是友善的亲师关系 亲师合作的平台的机制的建立 而且它的效能的提升 因为要增进对话 常常在学校有一些误会 有些家长可能跟老师的沟通 有一些误会 所以那个对话 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是家长会跟教师会 担任这个平台机制 那我们希望说 再把这个平台的机制 建立得更完善 让大家除了教育的现场 教学的内容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增进对话 然后让一个学校里面 很良善的来治理 另外成人的终身教育 黄珊珊也提出 要推动带兼学习 老幼共学的政策 所以终身学习 包括长辈 他不可能去写下棋 学摄影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 对他身心健康 很有帮助的事 所以台北市有 乐理学习的白皮书 我们希望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城市 任何时候 任何时间都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想要推行一个 带兼学习的老幼共学 也就是我们希望 在十二个行政区 都可以有长辈跟小朋友 他们可能在学乌语 他们可能在学他们的 他们可以共学 老幼共学这件事情 应该可以在 现在的社会里面完成 尤其是台北市 我们现在可能有社会住宅 社宅里面可能有老人 有小孩 其实在各个社区里面 推动带兼学习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另外就是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现在有非常多 我们十二个区域有十二所 那几乎叫做 几乎都是额满 甚至爆满 那表示我们的 周深学习的风气 非常的盛 所以增加 社区大学的值跟量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希望成立一个 比较跟现在的社区大学的形式 可以有更多的新的经济 比如说它可以做 金融财经素养的教学 它可以做一些职人达人的训练 它可能甚至可以做一些 跟它现在的工作 求职 或它自己的相关的工作上面的提升 它可以去做一些 它专业上面的培养 所以在成立所谓二点名版的社区大学 跟现有的社区大学 做一个升级 或者是结合 或者是新社 就让这个学习的书跟量更多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因为很多人还 报不到社区大学的名额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增加 所谓中生学习的量 这场教育政策发布现场 从幼儿教育到中生教育 五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共提出了12项主题的 教育前瞻政策 要将全国第一 亚洲第一的台北市教育 再往前继续迈进推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记者陈淑平台北市长